全副武裝 大家見到我這身全副武裝的造型 有鬍爭、球盔和手上的球棍 聰明的觀眾一定知道我想介紹運動 沒錯,這項運動就是講求速度和爆發力的棍網球 棍網球起源於北美洲 原先是當地土著用來鍛鍊勇士之肉 直到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發現後 將它傳入歐洲,以不代名為Lacrosse 直到十九世紀,棍網球已經成為正規運動 還在美加和歐洲流行起來 其實玩棍網球的遊戲形式和規則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棍網球的比賽形式是一個得分制的遊戲 換言之誰得分多的就贏 我們比賽的時間分為四節,每節就15分鐘 國際的比賽就會打20分鐘 所以在這個時間入得最多分的球隊就會贏 如果在這四節比賽都打成平手 我們就會進入加時 之後會進入即時死亡 換言之一入一球就會贏 其實場上有多少人在呢? 我們場上有十個人在 我們包括前鋒、龍門、中場和後衛 前鋒主要是用來策劃組織、進攻和技術好的球員 中場是要進攻和防守的 會體力很足夠的 而防守就會身形比較大 而且會拿著長一點的棍去握手 而最後的手龍門 換言之就是手著龍門 擋著球 至於本港發展方面 棍網球於1963年 由港大一名英籍教授引入 自此之後就成為校內一項非常流行的運動 吸引掌不少就讀的學生轉太 接觸棍網球 棍網球最主要跟足球很不同的位置就是 我們可以去龍門後面 就是好像冰箱空棍球 我們最主要是前鋒的位置會走到龍門後面 變成進攻就是一個360度圍著的籠去做 而我們這個Sports入完球之後 會做一個叫face-off的動作 其實並不是給一個控球拳 給入球那隊的 而是反而不斷地爭下去 所以體力上是非常吃力的 再加上就是我們可以無限換人 所以變成每一節下去打的時候 intensity是非常之高 所以就是體能和爆炸力都很講究 棍網球比賽節奏緊湊 全球速度最高可以去到時速177公里 而射門方面更是港球快很準 所以棍網球亦有陸上最快運動的稱呼 正因為這樣 還這一項運動 港球技術之餘 在不同位置上 亦要有不同的裝備去配合 剛才都說到棍網球會有衝撞性 我們都要帶一些設備來保護自己 例如頭盔 我們有shoulder pad 有arm guard 還有手套 至於棍網球方面 有不同位置 其實棍網球都有些分別 先說龍門 龍門的棍網球最大 就像一個烏鷹箱一樣 他就負責擋著球 防守 防守通常都是拿著一些六尺長的長棍 進攻球員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打他們 中場和前鋒都用的滾得一樣 都是一支短筋 短一點就可以濃活一點 避開一些撞擊 寨廳沒有用的 了解了這麼多棍網球的小知識之後 又如何可以錯過 有趣的動作 變相就像這個槓桿一樣 本身由棍尾指著要傳的方向 傳完之後 棍口指著這個方向 其實控球就是我們下一步的動作 我們要帶去的籠道 或是帶去一些前場 給隊友的時候 就是靠一個我們叫向心靈的動作 把球聚在網的外邊 令到我跑的時候 甚至是有其他碰撞性 都不會有人去打得掉我的球 其實最主要就是 照顧左手握釋尾 右手握棍頭 但是做一個弧形的動作 令到球不會掉出來 射球其實最主要 都跟一個傳球動作一樣 只要放大一點 用全身的力去 基本上就是力是由腳去到屁股 去到扭腰 整個動作是放到全身去的 親身玩完棍網球了 感覺上棍網球的確很需要 運動員的技巧和體力上的配合 當然不少得有團隊的合作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接觸一下棍網球 或者你們要一時會愛上的